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类似垂直的角度往上弹 弹的高度通常到头的这附近 所以当这个球从落地到往上弹 这个是上升起 然后到了接近最高点的时候 然后开始下降 这个距离也许是一米或者是两米 根据这个球数不同而不同 这个叫做这个横的这个指标 就代表它是这个高原期 然后过了高原期它就开始下降 就是下降期 那我们碰到这种高飞球要怎么打呢 我们一看一旦看到这个球是高飞球的时候 我们要预计的打点是在上升期 也就是在它上升的时候 那你可以在底下这边上升打 也可以在中间打 可以在上面打 但是如果说你要在底下打的话 你这个预判要很好 你要等在这里 这个球一上升的时候 你领拍很小 然后直接碰着它打 这个常常会打到拍框 然后这个回球的质量不好 那打到低点打不容易打 那中间打也是不太容易打 比较好的打点是在靠近头部的附近 然后在这里去击球 那怎么个击球呢 这个我们要另外一个视频来说了 基本上你就是架 它要架高一点 你的假设你是右手球员的话 你的这个右肩也许要比左肩高 来击这个球 那我们以后再做这个示范了 所以基本上这种高飞球 我们尽量是打到在上升期来打 然后最好的打点是在 它在靠近头部的接近高原起的地方来打它 那第二个球路呢 它就是一般的平级球 通常它过往的高度是在往上面一米的地方 这个球路比较平 但它着地之后弹跳也很少 弹跳很少也是分为上升期 高原起跟下降期 那这个人啊 我画了一个人在旁边了 就表示这个 这个通常弹起来的话 到这个这个人的 腰部左右啊 这个这个弹跳的高度 那碰到这个球我们要怎么打呢 我们心中要 做好架牌知识之后 你心中要想着抢 往前抢着打 换句话说 你要打到这个高原起的前面一点的地方啊 所以你人是扑上去打的啊 这是第二种球 那第三种球呢 是我们带上弦的这种球啊 通常是过往高度是离往三米左右啊 然后它带着上弦下来 着地之后弹跳呢 这个弹跳的也是会弹到 这个我们一般球员的胸部或者是脖子附近啊 那这种球我们怎么打呢 我们这种球也是一样 我们要尽量对着 对就是在在这个高原起的前面 在上升起去打它 所以说我们要想好 要往前扑着打 换句话说 球一着地之后 你已经架拍架好了 球一弹起来之后 你就往前扑着打 在它还没有到高原起的时候 去去打它 那最后一种球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月亮球啊 它通常它过往高度是在 球往的上方六米以上的高度啊 这个球它很高啊 跌下来的时候 弹地一反弹几乎是垂直反弹 在这里你要打上升旗啊 也是可以的啊 但是困难度是非常大 因为它力量很大 弹得很快 几乎垂直啊 你很容易 用这个半 就是这个half volley 半结局的方式打它的时候呢 你会打到拍框啊 回球质量也不好 那这个时候呢 最好的打法是 因为它这个球 因为高度高嘛 加上上旋的话 或者没有上旋 它弹跳都会超过你的头部 这个时候呢 最好的打法是 它等它弹跳上来之后呢 你打它的这个 用高压球的方式打回去啊 这是比较好的打法 这就是基本上打上升球的概念 为了要增加你能够打上升球的机会 根据对手的球数 你最好能够站在底线的后面 一米到一米半的位置 譬如说我们上面这位球员 他的对手球很快很强 他就站在底线后面 差不多一米半甚至两米的位置 这样的话 他打上升球的机会就比较多了 譬如说我们现在看 对手的球回很快 他都是扑上去打到球的高原期 那关键是 他有的时候球短的时候 他跑到前面去打 打完了之后 他还是要跑回来 就是要退回原来的这个位置 譬如说他现在往前打 打完了之后 他又要跑回 打完之后 又要退回这个底线后面 一米半的位置 准备接下面一个球 我们初学的球员 常常往前打 打完了之后 站在前面不往回退 所以为了要打上升球 打完之后 一定要记得退回底线的位置 如果对手速度慢的话 你可以站在底线 后面一米的位置也可以的 我们现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 ATP比赛的时候 他们也是基本上 都是站在底线后面 一米位置打上升球 甚至一米半的位置 打上升球 这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情形里面有一个第四种 是打高压球 你看这些球是底线很深的球 他回了一个超过六米高的球 然后对手就打一个高压球 得分了 为了打上升球的 在高压球打上升球的一个力量 发球之后 球弹得很高 所以他打上升球 我们再看一次 这慢动作 对手发球 弹跳很高 有方的球员 就要弹 为了要抢这个 高压球的上升球 打 他不得不跳下来打 好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